清明扫帽是台湾人 慎中追远的日子 也有人会请剪骨师 帮亲人剪骨 俗称Q斤 但是彰化鹿港有一户人家 击败爷爷先人坟墓后 接着进行剪骨仪式 竟然发现六七年来拜的 竟然不是自己的亲人 还是一具不知名的孩童骨骸 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七代剪骨世家的皇家 被委托帮长辈剪骨 才发现了这件很扯的事情 但后来有找到亲人的骨骸帽 一 二 三 剪骨又称Q斤 是陆港黄忠某一家的 百年祖传事业 她是黄忠某第六代 我是第六代的太太 第七代我的儿子黄勇斌 这就是第七代 我们做已经七代了 都是团的大夫的 大夫的我们没团 女生都有 越是来 比较没穿起来 我们老伯的秋头之外 就是都 只有男生 男生可以啦 大家在拼图吧 如果拼图我可能得第一名吧 你从小都在学冰毒 对 从小都在学冰毒 你拿起来 只要在颈椎 颈椎最后一块 这个手筋 这个手肘 我们的手下面的 这个胳膛筋 所以你要把人的心态 对 就分这边倒边 左边 右边 一般人或许会觉得恐怖 不过黄家人习以为常 也经历许多无法解释的事 有一个主妓 他就是要求他们老公 他祖公的股头 结果的时候 以前我们这个母子 人们都把他押押去 他押押去 结果不知道哪一问 是他祖公的母子 结果他就叫我们儿子 去叫他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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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的时候 我们儿子拉起来 把主家说 你这是 是孩子 不是我们祖公的股头 这样不怎样 他说 不然 再把它押押下去 再把它押押 我们儿子说 你现在再把它押押 阿伯会让祖公 万人堆这样 把它清清做会 所以 所以我们儿子跟他说 说不你这样 我自己�cenval 像我们一起给人 就是 主家说 他又不是 又又不会他的名叫 要是要怎么去侵达 我们儿子跟他说 没balls 祂为 assessing呢 將被人捲骨 捲漏的乙骨捲回來 這彎信公嗎 這邊都是泰蘭的 那晚而已我就忘記 忘記說那個小孩 拿一張蚊子 寫了三日說他很誇張 結果我就跟他要求 要求說沒有你這樣 現在在城城會很多人去的 你把他頂一個牌子 寫我們的電話 還寫這個小孩的名字 叫彈天山 我們把他用一個漆子 把它吊進去 把它插在那裡 結果的時候還有一個月 他的四大人 他的老母 跑來找我 他說他們的就是叫彈天山 王家期待下來 已經撿了十二萬具骨骸 工作室二樓 還有一間仙人樂園 因為這一格格黃色塑膠櫃裡 裝的都是仙人的骨骸 排到很整齊 我們一定要排整齊 如果沒有排整齊 我跟你講根本是放浮進去 你這個要有技巧的 你沒有一個技巧放進去 整個會第一 往生者的骨骸會斷 因為地藏王菩薩 本身就是在管這些東西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給他 拜地藏王菩薩 可以說讓這些祖先 可以跟著地藏王菩薩身邊 用對待家人的態度 來對待仙人遺骨 黃媽媽說 冥冥之中也有一股力量 在保佑著他們家 20年前 3歲的孫子 從樓梯上摔了下來 他就是我這個樓上 還沒創藍杆 還在蓋上 他就在蓋上 他就這樣就這樣想 下樓的時候 他就說過這個樓梯 這個樓梯說下去 是像我男客在這裡坐 我趕快跑去幫忙 他跟我說 阿嬤不用怕 很多人給我報仇 聽到這句話 黃媽媽當場嚇傻 但看看孫子的傷勢 只有輕微擦傷 實在很神奇 後來還發生一件事 讓他們至今無法理解 我在電腦身上 還沒聽到哭 也沒聽到哭 既然遇難 再來 肚子 四十年而已 還沒翻到不會 還沒人來 既然在肚子 肚子 肚子不是怎麼翻到不會 不是喔 變兩分的 說也奇怪 還不會翻身的小嬰兒 為何會從沙發掉到地上 沒受傷也沒哭 怎麼回事 結果找我 一個小嬰兒 告訴我 說 因為她要把我抱下去 玩 怕我幹嘛 趕快 把我拿到這個牆 當年這位小女嬰 現在已經是國小四年級學生 由於不是第一次發生 這麼驚奇的事 久了 皇家也見怪不怪 像說 以我們自己的人這樣 去給她看胎 所以說以我們 看她的心情 把我們的專業 的心情 把我們的獨特 下去看胎 點肥 做技巧 這股頭就是肥 但是以我們來講 這就是肥肥 之後用紙 將各部位的骨頭包住 象徵皮膚 用紅線綑綁 代表經脈 但遇到先人的骨 還不完全怎麼辦 小骨的時候 看她小骨 我們就拿小骨 做小骨 186根骨骸都包好之後 從腳開始 一一裝進金斗腕裡面 最後再包了 絲綿的骨頭上畫臉 就是往生者其實 跟我們都是一樣的 也是要開臉 他才會看得到這樣子 往生者跟我們 都是要打發 也讓客人知道說 這是女生 這是男生 我們也是在幫他學生的打扮 你們都看不懂 他都會知道 憲力 很敏感 他會知道 所以說我們在做 我們都很愛說 我們都照不去做 跟你們一起知道 他因為接觸久了 他會覺得這些人 已經跟我是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個場域裡面 因為他會協助我 然後他們說 他會託我做許多事情 他就很容易把這一些 跟他職業相關的事情 去詮釋在他周遭 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所接觸到的 所經驗到的 他這個黃昏事業 親愛的那種 我們一定要跟他打 他後面要做 做得起他的權利 我一定要跳下去 對於黃家仁來說 挑戰不但可以幫人盡孝道 還可以替自己積德 現在這項祖傳技術 由第八代繼承一波 延續傳奇